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都是连笔 事实上第四笔也是连笔 可是第三笔完了你可以休息一下 喘一口气再写下一笔 那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 就稍微注意一下位置跟斜度 其他是没有大问题 那第三笔呢 它为什么会有个稍微下暗的感觉 智利你说 为什么会有稍微下暗的感觉 对 它可能有提贴,然后要接 是的,是的 它要接下一笔 所以会有重量 看一下 这个点不管它多快多慢 你都按照正常写法 下本来这样是一个点 你点下 提贴 为了走下一个 一天 我这个位置就没有写好 没关系 你重点是看我那个运笔的感觉跟时间性 假设是这样的话 你这一笔下面就接着写 本来行书就是这样 它不是对着格子写 一、二、三 它在它的写法 它这一很是长的 接下来你就不能写太宽 就比它宽就可以了 这一笔 约略在这个的延长线上来一点 一天 也是哦 也是哦 往下 这是一个长点 提、贴、提 好,这个桌 我们不要写这样 因为写这个布手 没有人看懂 所以我还是坚持写手布 你有看到我的运笔 你把这一段仿佛看一下 它的手就是不能太慢 这完了以后贴 好了 好 好 谢谢大家